现代人经常久坐不动 也喜欢低头滑手机 很容易导致肩颈酸痛 而电疗是很常见的复健方式 但要注意哦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医师就指出 特别是有植入心脏节律器 植入式心脏去占器等 如果又把电疗贴片贴在左胸左肩附近 电疗就可能会让节律器等装置失常 严重的话还可能危及性命 另外像是皮肤有伤口或是发烧等 也都不愿意做电疗 贴上贴片 通过电流对神经系统进行刺激 达到肌肉放松效果 现代人久坐不动 低头滑手机 不少人都有肩颈酸痛症状 会定期到复健诊所报道 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电疗 需要用到节律器 就是心脏它没办法 自己去控制那个速率 我们担心的是有一个外在的因素 会去干扰到它的速率 如果你的心脏节律器 暂时功能失调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心跳突然又回到之前慢的状态 或甚至不太调 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电疗仪器会依照电流频率分成贴片型的低频 还有海绵型医疗院所才会有的中频电疗 其中低频电视机 频率落在1000赫兹以下 而中频干扰波则是在1000到1万赫兹 如果患者同时装有心脏节律器 植物室心脏去占器等 电子植物装置 如果要把电疗贴片贴在左胸 左肩附近 就可能会被电疗的电流干扰 恐怕会导致节律器等装置失常 而影响心跳 好像是皮肤有伤口 孕妇癫痫 小孩糖尿病患者 发烧 还有脑中风患者 也都不建议使用 电疗它是接触皮肤的 所以你说皮肤上面有伤口 有感染过敏 一个急性的症状 通常都不建议用 居家电疗行 但要特别注意 两个贴片千万不要分开 贴在左右手 要贴在同一侧 更要避免脖子的颈动脉 安全起见 还是要找专业医疗人员操作 才不会因为使用不当 导致受伤 记者未经许修明 再报道